大家好,我是王胜 上一集我们讲了SOP 当时就提到了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案例 在这个案例里其实 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值得大家学习和借鉴 首先我再说一下这个奶茶店的背景 它的主人姓罗,我称他小罗 现在已经是我的非常好的朋友 每次我去台北他都会带我去吃吃喝喝 小罗自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吃货 跟着他去吃吃喝喝,是一种幸福 小罗是1979年出生 2002年毕业,学的是外语系 毕业之后呢,要当兵 大家知道台湾每一个成年男性都要服兵役 退伍之后呢,他进入了Sony公司工作 后来做到了产品经理 2008年发生了金融风暴 也是小罗工作了五年之后 他告诉我那个时候他有些迷茫 老是在思考这辈子到底要做什么 因为得不出满意的答案 于是他觉得需要去美国继续读读书 他选择了这个达顿商学院 读了两年MBA 这一点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可以借鉴 就是当他有点迷茫的时候 暂时离开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说到这儿,强烈推荐李仲胜先生 有一个视频短片 名字叫做每一部都算数 虽然这个视频短片 其实是New Balance的一个广告片 但是他传达的每一部都算数 我是深有同感 大家如果没有看过可以去找来看一下 小罗用他之前打工攒下来的钱 并没有急着去付个首付 买房子寻求安全感 而是选择离开 学习 思考 现在看来 这次离开和学习 对小罗的人生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由于爱吃 他在美国读MBA的时候 直到南带 在旧金山有了分校 于是就萌生了到南带去学习的想法 大家注意这个时候 其实小罗并没有什么创业方向 他就是对吃和做吃的 这件事情很感兴趣 潜意识里面 有没有将来在餐饮行业创业的想法呢 我想可能是有的 只是方向并不明确 反正既然喜欢 学学总没有坏处吧 于是小罗2011年花了一年的时间 就是MBA毕业之后 又接着跑到南带北美分校 又学习了一年 一年的时间 他学习的主要是法式料理 当然还有其他美食 我一直认为 也一直强调 学习的过程 其实是一个思考的过程 是一个学习 某个领域的学习方法的过程 小罗就是在学习过程中 萌生了回台湾开奶茶店的想法 原因分析起来其实也很简单 开餐厅投资太大 积蓄都花在了学费上 开一个法式餐厅恐怕是力不能及 但是呢 小罗告诉我 这一年的学习 他学到了法式料理的精神和精髓 学到了饮食制作的科学精神 而台湾是热带地区 奶茶全年都有市场 但是奶茶市场已经多年没有什么创新了 如果他能够用索学的思维方式去研制升级版的奶茶 一定会有市场 当我问小罗你这股自信是从哪里来的时候 小罗说当时就是有那么一股傻傻的自信 我在之前的课程里面也多次提过 中国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需要一次大洗牌 或者叫大换学 意思就是越来越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 有良好的知识结构和再学习的能力 对产品和服务的要求起点就更高 只要他们愿意从事第三产业 往往能够结合已有的知识 产生一些化学反应 不仅仅在产品研发上 管理模式上 甚至在经营模式上都会有一些创新 小罗虽然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但我能够采测和分析出来 那就是他的不断学习 而且是带着思考的学习 给他带来的自信 一个MBA只要愿意专注的去研究奶茶 他肯定是要做出不一样的东西了 事实上小罗也真的做到了 他在台北的奶茶店是2013年开的 到2016年小罗的Soma奶茶 已经是台北奶茶品牌Top10之一了 这个不是花钱就可以买到的虚名 每天平均500杯以上是前提条件 而且Facebook上面的粉丝评价是做不了假的 粉丝喜欢在脸书上poSoma奶茶的照片 每天排队 这个是有目共睹的 而且美女居多也是有目共睹的 好了接下来我就以以下几个关键词为线索 来展开我对Soma奶茶的观察 它们分别是创新 归毛 卖点 竞争 第一个关键词 创新 前面说了 小罗作为一个MBA去做奶茶 一定是有想法的 台湾的奶茶售价一般在25到30块台币 属于大众饮料 但是呢 以美食家自居的小罗 再加上南带学习的一年的经验 以他的标准 台湾大部分奶茶都是不能喝的 要么不健康 要么味道太一般 要么是品质不稳定 刚开始还行 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不好喝了 小罗的想法就是 他要做更健康 更好喝 更稳定的奶茶 按小罗的说法 他是用法式料理的方法去研究茶 首先 他不可能去接受市面上 用各种粉末状的奶茶原料 去制作那些不健康的奶茶 他肯定是要用鲜茶叶 可是他在试了很多茶叶之后 他竟然得出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这个世界上 根本没有适合制作奶茶的茶叶 大家注意 小罗对自己的味觉是非常自信的 于是这个时候 所谓的法式料理的方法 或者是思维方式就开始起作用了 小罗通过反复的实验 他选用了三款茶叶 去做混合茶底 这其实就是咖啡里面的拼配的意思 然后小罗选择了 优质的鲜奶和茶底混合 推出了极具特色的原味奶茶 他给它起名字叫茶欧雷 欧雷在法语里面是牛奶的意思 这么做的结果是 小罗的奶茶成本就大幅提高了 于是他索性一杯原味茶欧雷 定价50块台币一杯 这几乎是传统奶茶的一倍 那么效果怎么样呢 我接着讲第二个关键词 第二个关键词是 龟毛 龟毛这个词在大陆不太用 但是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 就是很难搞 毛病多 很挑剔的意思 小罗告诉我 他就是一个很龟毛的人 在奶茶制作流程上 小罗制定了非常严格的SOP 严格到不近人情 甚至小罗还在制作间安装了摄像头 他的同事们都很怕他 但小罗跟我说 他这是对事不对人 SOP要求了茶和水的比例 多少温度 多少时间 必须严格执行 精确到刻 精确到秒 一旦发现同事操作上有物 就会重罚 上一集我提到过 收莫奶茶是在成为台北的网红店之后 快三年 才小心翼翼的尝试开第二家 他并没有像中国大陆的很多做法 稍微有点火了 就快速扩张 其根本原因就是 他希望有足够的时间 来帮他的所有同事 尤其是店长 养成尊重SOP的良好习惯 小罗告诉我 台湾也有一些瞬间爆红的这个奶茶店 半年之后就门口罗雀了 究其原因 其实就是在SOP的执行上打了折扣 而小罗认为花两年的时间 帮同事养成好的好习惯 我认为这也是科学的 接下来 我讲第三个关键词 就是卖点 刚才说到 小罗的奶茶店 一上来就是50块台币一杯 甚至还有60块钱一杯的 70块钱一杯的 80块钱一杯的 这个都远远超出了台湾普通奶茶的价格 刚开始 一定是接受度 要经受考验 小罗告诉我 这个过程是非常辛苦的 在第一年的时间里 小罗的茶欧蕾 常常出现 每天只能卖五六杯的情况 虽然口感很好 喝过的人都觉得很好 而且也没有觉得价格高 而且还会再来 但是毕竟小店还是入不敷出 压力三大 这期间小罗说 至少有五六次 他想到了要关店 当然坚守SOP 保证出品的质量这一点上 小罗从来没有妥协过 按小罗的说法 其实有一点神奇 大约是苦撑了一年半的某一天 小罗在门口支了一个广告牌 上面只是简单的写了一句 SOMA原味茶欧蕾 三种红茶的完美调配 当天 茶欧蕾的销量就上升了20% 之后生意是持续增长 越来越好 一直持续到现在 最多的时候 每天能卖出去800倍以上 大家应该还记得 我前面的课程里面说过 什么叫口碑相传 口口相传 其实是需要一个话术的 就是一句话 太多了反而传播不出去 小罗的这个小广告牌看似简单 但它符合我说的这个条件 就是用一句话 把它的产品特征给描绘出来了 当客人想要推荐给别人的时候 拍一张照片传到网上 或者是告诉朋友 这家奶茶是三种红茶调配的 味道就是不一样 注意 想要被传播 信息太多是不可能的 人家记不住 嫌麻烦 只有一句话 才能够被记住和传播 这句话就是你的卖点 小罗说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面 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想各种办法 但就是这个广告牌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我就想跟他开玩笑 你的MBA白念了 还不如到我的城市梦想学校 来听我讲课 我稍微点评一下 瘦毛奶茶的转折点 我想说 坚持品质和SOP 肯定是后来成功的基础 卖点的提炼 虽然小罗走了一些弯路 花了一些时间 但我认为只要潜于思考 从自身产品出发 精准的卖点出现 只是个时间问题 小罗之前一年半的坚守 绝不是白费 要知道 一个新概念被人接受 自然是需要时间的 一年半可能稍微长了一点 但是指望一夜爆红 也是不切实际和不可持续的 接下来是第四个关键词 竞争 台湾遍地都是奶茶店 大家都知道 恨不得每天都有新店开业 瘦毛奶茶隔壁就是一间奶茶店 价格比瘦毛要便宜得多 但是两年里面换了两个老板 而瘦毛奶茶从2015年开始 一直到今天都在排队 这里稍微说一下 瘦毛奶茶的面积大概是60平方米 后面是制作间 用来制作茶底 前面的铺面 其实只有20平方米 除了一个大约三四米长的吧台 只有靠玻璃 有那么三把椅子 可以供客人小坐 吧台离奶茶店的门 大约三米远 所以客人只能排队到吧台点单 之后在吧台前面等待奶茶 通常一杯奶茶的制作时间 是20秒左右 所以排队是瘦毛奶茶的常态 而且因为有稳定的 喜欢瘦毛奶茶的客人 所以瘦毛还接受附近的外送订单 那么为什么卖的贵的瘦毛奶茶能够经久不衰 隔壁便宜的却不行呢 我想说瘦毛奶茶就是我对竞争这个关键词的理解的最好案例 其核心理念是差异化 就是我和你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去竞争 同质化导致的必然是针对同一个消费群体的客人 低价竞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选择 选择瘦毛奶茶的客人和去隔壁低价奶茶店的客人 根本就不是同一群人 所以不论隔壁有没有奶茶店 是什么奶茶店 其实对瘦毛都不会有本质的影响 总之我一直坚信 我们开一个小店 真正的竞争对手 其实从来就不应该是同行 而是自己 准确的说是自己的态度 小罗告诉我 关于品质 他认为永远都还有进步的空间 SOP要不断的优化 员工培训要持续的注重 努力想要维持某一个品质的想法 一定会导致品质的下降 我想正是有这种龟毛的老板 瘦毛奶茶 才能够在抢手如临的台北奶茶市场站住脚 现在瘦毛奶茶已经准备在北美开店了 估计小罗有美国情节 其实我和小罗已经探讨了快两年了 等小罗的美国奶茶店稳定了 我将把小罗请到陈词梦想学校来开专门的奶茶课程 请已经成功被市场充分认证的各行各业的小老板 来陈词梦想学校分享开店的经验和技术 这是我们陈词梦想学校以后非常乐意做的事情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下一集的案例是一个面包坊 敬请期待 谢谢 请期待